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4月17号 这个嗓子还是不太舒服 这两天可能是吃消炎药 吃什么的有点不太对 反正大家也凑合着听吧 是吧 好歹老王就算是再哑一点 再公哑嗓 咱说的也是人话 是吧 人都听得懂 今天还是周日 那么每周日晚上9点半 老王会开启直播 今天晚上也不例外 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空的话 不要太勉强 千万不要勉强 别起早太黑 耽误休息 耽误工作 耽误跟老婆的造人计划 是吧 那老王就罪大恶极了 所以这期咱们就短一点 聊几个事 你看老王这身衣服 昨天去理发的时候 这不刚理的发吗 昨天下午理发 我就穿这身衣服去的 到了理发店 那个小托尼同志 一个湖北的孩子 碎嘴子 现在理发的孩子 也不知道怎么着 一个个都是推销员 每次一去都是 哎呀 您的头发呀 哎呀 好干呐 您的头皮呀 哎呀 好油啊 只要你一搭茬 就告诉你 我们这里有一款 什么日本进口的 菲律宾进口的 马来西亚进口 也不知道他妈的 都是哪来的玩意儿 有可能都是啊 德州进口的是吧 哎 是什么洗发水啊 护发素啊等等 特别烦 但是这次呢 我是一进门啊 因为理发两年左右了嘛 都很熟 一进门看我穿这个去的 哎 就跟我打招呼 哎呀 王总 哎 你这个衣服是怎么回事啊 模范监狱 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 因为要洗头嘛 所以一边往里边走 一边摘眼镜 一边就聊啊 我这个是在监狱释放之后 给的一个纪念品啊 我们那个监狱是模范监狱 就这么一句话 说完了我就进去洗头发 洗完头发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 整个那个理发店里边 所有的人 看我的眼神全是这样的 哎 贼没疏眼的 哎 然后这个小伙子 理发师 一直到我理完 哎 除了刚坐那 问了几句啊 还是像上次那样见呢 在之后一句话没有 一句话都没有 哎 反正是我唠了个干净 我估计他也在琢磨 这哥们犯的什么错误啊 哎呀 模范监狱啊 还给他发个纪念品 这罪过能清咯 对吧 有可能看着我这四十来岁 最起码在里边得蹲了六十多年 是吧 给最大恶极 所以还是不要惹我 不要跟我这种人啊 有什么交接 看看多魔幻啊 每天都是活在段子里 比段子还段子的 就是魔都 就是上海 是吧 最近这一个来月 二来天 真是名副其实的魔都啊 太魔幻了 每天发生的事 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比如说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竟然能够死在自己的医院里边 死亡原因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医生在医院里边工作 死在了医院的大厅里 还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不魔幻吗 不魔幻吗 是吧 更好玩的 得说点好玩的 咱们得说开心的事 是吧 今天早上一早就看有一个叫秦培峰的退休检察官 老爷子在微博上面求助 说自己啊 已经罹患了 急性脑出血 这个两天了 没人管呢 也没人救 打电话也不管 市长热线也不管 派出所也不管 居委会也不管 这是什么时代呀 哎呀 救命啊 然后网友 网友们就往下再翻翻 你看现在都养成这个好习惯了 哎 下翻翻什么啊 那个像前几天张江那个人才公寓里边啊 一大票年轻人微博上边发都是啥 哎 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 哎 我支持香港警察 所以好多墙内的网友们就在微博上边他们求助的求救的啊 说喊救命啊 警察打人了 没有公理了 这是什么 天下 那种帖子下边留言 哎 我支持上海警察 你们可以打我了 通护警 我希望他们往死打 哎 我觉得这个就 哎 很魔幻是吧 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哎 这个退休检察官秦培峰老爷子 也是这样啊 4月5号 哎 清明节那天 哎 这老爷子 人家检察官啊 也写了一首好文字 也算文职 是吧 哎 清明节这天还还写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呢 清明节的怀念 怀念谁呢 大家想 哎 一想就知道了 那个年纪的是吧 怀念毛主席 哎 这篇文章写的是毛主席和毛主席时代创造的壮丽与辉煌 文章标题吗 清明节的怀念 怀念呢 那就是创造的壮丽与辉煌 现在多好啊 不用怀念了 亲眼就看见了 亲身又感受了一遍 是吧 你应该开心呢 怎么还喊救命呢 是吧 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亲配风老爷子老同志 真是真是我要批评你两句了 你现在所处的上海亲身感受的一切 不就是当年啊 不就是当年啊毛主席创造的壮丽与辉煌吗 不就是毛主席的美好时代吗 况且呢 你已经狗活了这么多年 活到退休了 毛主席临终的时候 你那么忠诚啊 那么忠心耿耿 都没有随他而去 原本就应该质问你 你还有何脸面 狗活于世 是吧 既然活到现在了啊 在这个最美好的时期 最伟大的时代 罹患了脑出血 这就是承蒙毛主席的召唤 让你下去陪他 哎 你老人家有机会亲自下去 面见毛主席 跟他当面汇报工作 这是多大的恩赐啊 这是莫大的荣誉啊 光宗耀祖啊 你不知感恩不鼓掌也就算了 怎么还好意思喊救命呢 怎么还好意思把你个人的 一点点的屁大的小事情 放在微博上 发在网络上 给这个上海抹黑 给这个国家抹黑 给这个伟大的时代抹黑 你说 你是不是罪改万事呢 嗯 当然你也别生气啊 我就是一个小朋友啊 咱们只论理不对人啊 你看我只是觉得您这种行为啊 不太合适啊 您应该感到荣幸 是不是 就不应该这样 老同志嘛 怎么这点觉悟都没有 是吧 但是我绝对不是对人啊 我特别尊重老同志啊 特别尊重老同志 希望您老人家下去之后啊 不要见怪啊 不要托梦找我 好吧 我就无爱国 你看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后 老王当时就判断 什么历史啊 民族啊 沙皇位置上赖了二十多年了 他只要一下台注定不得好死 对吧 所以他也只有一条路 就是想方设法死在台上 想方设法的赖在台上 明白吧 所以汉人入侵乌克兰 只是想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 他只是想找一个连任的借口 别管死多少人 别管死多少人 对于这种人而言 死人无所谓的 明白吧 死人无所谓的 俄罗斯的老百姓也并不是没有看清 有一部分清醒的人也是非常清楚的 听马克思的话 跟普京走 那一定是 不是见斯大林 就是跟毛主席汇报工作 但是也没办法 人家要钱有钱 要枪有枪 是吧 像周销正老师说的 枪杆子 笔杆子 钱袋子 刀把子 都在人家手里呢 对吧 小老百姓能怎么着呢 要么就颠了 赶紧跑 跑不了的就只能 是吧 就只能 其实有些傻叉 有些傻叉 就是那些中南海听床师啊 什么克里姆林宫听床师啊 就那帮玩意儿 总说 哎呀 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惨项啊 圣上震怒 民间的惨剧 让圣上震怒 啊这个民间的疾苦 让皇帝悲哀 民间的什么什么啊 让皇帝怎么怎么样 那都是他娘的放屁 那都他娘的放屁 真的 老王不敢提名道姓的说 哎 所以就只能任由他们放屁 明白吧 哎 没事看看散人的那个啊 当今是吧 哎 人家敢说 人家能说呀 我这只能话到嘴边都不是留半句 我得在嗓子眼里边啊 转八圈 然后再琢磨说还是不说 录一期视频 回头我还得再剪一遍 为啥呀 剪完了之后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还得再琢磨琢磨 哪句能说 哪句不能说 哎呀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这句说完了 会不会找我喝个茶 明白吧 哎不容易呀 但是可以讲故事吧 可以讲故事 哎 皇帝的新装 那个童话 大家都看过 是吧 其实你看 那个皇帝啊 光着屁股 上大街上游行的时候 听见人群之中 有人喊 啊 这孙子没穿衣服 光着屁股呢 这他妈丢人 丢人现眼 是吧 你以为他是不知道吗 他知道 皇帝很清楚 自己没穿衣服 皇帝也清楚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他没穿衣服 大部分老百姓 也知道 皇帝知道 自己光着屁股 皇帝也知道 大部分老百姓 都知道自己 知道他们能看到自己啊 没穿衣服 但是呢 他就要光着屁股 满街走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哎 大家想想上海封城 这么多事 啊 中国境内 都别说去年打疫苗的 那些惨烈的啊 后果吧 今年过完年之后 啊 整个国家陷入他妈的 一个死气沉沉的状态 不知道 你们以为他不知道而已 明白吧 刚才我说普京 说什么来着 普京今年想要连任 想要连任 就必须有一个连任的借口 而一场伟大胜利 就是一个丰功伟绩 是一个最好的连任 理由都不是借口 哎 明白了吧 所以呢 普京不惜一切代价啊 十八九岁的孩子都送到战场上去送死 相比于自己能够大圈独揽 哎 大圈独揽 别说现在死了一两万人 再死个十万八万百八十万 甚至再死个三千万 三千七百多万 是吧 蝼蚁草剑 尘兔一样的东西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今天晚上九点半 咱们继续直播 继续闲聊 不见 不散 拜拜